尊敬的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我 谢谢 今天来的观众啊 都有浓浓的精味 这姑娘 就像昌平的草莓 水灵又俊俏 好不好 这小伙就像密云的鲤鱼 活蹦又乱跳 这个小朋友 就像苹果的大桃 甜蜜又美妙 这老哥 就像房山的柿子 饱满又有料 那我来 你这个脑袋 就像大兴的西瓜 清热解毒 还 利尿 谁说利尿 太直白 清热解毒 有疗效 好 说利太后了 是不是 我说小风同志 小 欢迎你到安门北京啊 你是北京人 北京同州人 一挺扣引你想河南郑州人呢 俺是新北京人 哦 好 欢迎你 你要真爱北京啊 你受贤的会吃 会吃 我看出来了 在吃这个方面 你是个好喵子呀 这样啊 你拜我 我拜你 你拜我为时 我教你北京的美式蜜语 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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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便跟你说一个 你说 你肯定猜不住 你听着啊 说 我和我女朋友相亲 搭一道北京美式 他和他女朋友相亲 一道北京美式 对 那么这美式是 毁面 就别鼓掌了 你说的这是郑州美式 我说北京 你怕你猜不住吗 谁猜不住 那咱就说北京了 说北京的 听着 说 你每天早上不起窗 大意到北京美式 早晨不起窗 北京美式 什么呀 爱我我 快快快 对吧 这怎么爱我我呀 你像啊 你每天早上不起窗 爱我在北我里 爱我我 就这我比你说的好 说你每天早晨啊 不光不起床 你妈叫你 你还装听不见 一道美式 这是 懒龙 又懒又龙 说啊 你嚼着腊根一屁股坐地上 这是 贱骂堆 说你不光坐地上 还来回咕噜 这是 驴打滚 说你把脑袋扎水尺子里 这是 船丸子 说你把脑袋扎桑拿房里 这是 蒸丸子 说你脑袋扎糖汁里 这是 刘万子 说你把脑袋扎面缸里 这是 白丸子 你脑袋扎辣椒面里 红丸子 说你和方清平 郭东霖 葛优叔叔 搓麻 这是 自洗丸子 谁自洗丸子呀 完了吧 俺里学名叫 狮子兔 哎呀 就您这尊贵的脑袋 他怎么能叫狮子头呢 那我应该叫 松人小赌 还不如狮子兔呢 哎呀 想跟人家猜谜谜语 您还嫩点 对吧 是吧 哟 小龚同志 好苗子呀 你认我 不我我我我什么年 认我 这么些年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丢个儿子 啊 认儿子呀 别起哄了就 认我为师 我教你北京地名谜语 地名谜语 我随便说一个 你猜不着 真的 说 你们家住的地方 哦 一个地名 这是 这是 狼家园 下不下 哦 说你媳妇家住的地儿 哦 这个地儿是 老虎庙啊 说 说你俩眉毛往上挑 这是 建楼 说你俩眉毛往下搭了 这是 八大处啊 说你宽宽的额头 这是 前门 说你扁扁的脑勺 这是 后海 说你张开嘴 啊 大红门 说你这口破牙 这是 五颗松 说你媳妇啊 用一根指头 挠你的前额 这地儿是 门头钩 说你媳妇啊 用两个指头挠你 这是 二里钩 说你媳妇用 一把手挠你 这是 五道口 说你媳妇 用两只手挠你 这是 东四十条 哎哟 我还是找地儿看脸去吧 我 你干嘛去啊 我找地儿看脸 她挠我个东四十条 哎哟 她下手太重了 可不吗 这要割我呀 我就挠你个东四十条 你比她还狠呢你 就这水平还想跟人家比呢 幸亏我来了 我说小拱子 小拱子 好苗子 你认我 谁说的 谁说我认 他这么大岁数 他能认我吗 你扣我吧 我什么你 扣我 扣头 拜我为师 学什么呀 京剧呀 京剧是我们北京的名片 我往这儿一站 就是名片 哦 对对对 你 今天打算骗谁呀 骗谁干嘛呀 不名片吗 我教你 你会拉弦吗 我刚学啊 今天大家都来着了 我一会儿为大家奉献一段 薛平贵怎么样 好 你说的是哪个薛平贵呀 就是我们那对门 老薛 刘姨平头 卖冰贵的 薛平贵 什么了 你说 这薛平贵日夜思念自己在外地的媳妇王宝川 这王宝川 等会儿 等会儿 这卖冰贵的媳妇也叫王宝川 就在燕郊卖烤串 姓王 吃饱了就坐那儿穿 王宝川 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唱这段薛平贵 关键 这一段我是一杆二一人唱俩 宝川跟平贵我全包了 就是冰贵和烤串他一人卖 哈哈哈 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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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战 好 好 好弦啊 不少我往事保穿 已是八年人 好想多久红粉佳人 朝头两兵伴 苦令我往事女 昼夜寒药盘 只为夫妻俩 好 双黄 什么双黄 什么双黄 人家唱你张什么嘴啊 我故意这么唱的 懂不懂啊 你看人家这半相 这个头 你扣我吧 拜我为师 我不拜 你不拜你可别后悔 不后悔 你要敢不拜 我拜你行吗 你拜我干嘛呀 你要是真拜我呀 我得问问我师父 那咱一块问去 好啊 师父 他要拜我 他是你师父 是啊 你是我师父 那我应该管他叫什么呀 师爷 什么师爷 就这么定了 师爷 我给您磕一磕 别别别别 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 我们要一起为 京剧振兴 做出贡献 对不对 对 别张嘴闭嘴 师爷师爷的叫 多旧啊 明白了吗 兔孙 明白了 年到了 我们还是给大家拜年吧 对 我们祝大家一帆顺意 四季昌平 五股风台 八方言庆 生活朝阳 婉续 大庆 下节目 五股风台 好啊 要我 repeat 家门似而非 走时一片凄凉夜 欢时尽足绕门泪 望如云端长寺宾 欢得同伴回不远 一生四方终归出 乱歌高颂不为害 正阳乱走 正阳乱归 本眉茫茫 门外苍苍 从宇宙洪荒 到花下的伤 几多海面 几多沧桑 正阳乱走 正阳乱归 本眉朝堂 门外远方 从天地悬黄 到日月明朗 一看 盈盈笑在云上 传个月明朗 他是凰天祂的 江满日月明朗 天祭 四方终归出 翻译 而能够去 古今生三方 高宋不畏开 中阳轮走 中阳轮回 灯泪满满 门外苍苍 从宇宙空荒 到花下地上 几多海面 几多沧桑 中阳轮走 中阳轮回 门泪潮 门外远方 从天地悬黄 到雨月明朗 你看 隐隐笑在地上 你看 隐隐笑在地上 正阳能走 正阳能归 门泪满满满 门外苍苍 从宇宙空荒 到花下地上 几多海面 几多沧桑 正阳门走 正阳能归 门泪潮 门外苍苍苍 门外远方 从天地悬黄 到日月明朗 你看 隐隐笑在地上 你看 隐隐笑在地上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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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解释有好久没回家过年了吧 好长时间了 大概快十年了吧 那这次回家过年 最想干的是什么事啊 见见老朋友大家叙叙旧 这才是过年嘛 我听说蔡明老师还带着东西来的 哎呦 金白梨 门头沟的 对您的家乡哈 对对对 这我可知道 金白梨 核桃 杏仁 这是门头沟地区的三大宝 其实大家想过年 想的是过年的那个精气神 对 是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精气神 对 精气神 那您觉得咱北京的精气神是什么呢 菊气 大气 北京人操心 这怎么说呀 心特别操心 我们北京出车司机聊国际形势 大气 菊气 热心肠 其实这是北京热心肠的一种体现 这次回家过年 感觉北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敢上街 你原来也不敢上街 我原来是宅 我现在是很想去看一看 这个北京日新月异的这个变化 为什么说我不敢自己去上街 你一上了街以后 这地方突然起了几个高楼 那个地方 我原来特熟悉的一条道 我不会走了 那变化太快了 说明这个城市是非常的新鲜的 永远是滚动的一份热情 其实就是几年间 我们也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样的变化 要感谢北京的包容和开放 让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 启发了他们的梦想 在二位老师心中 觉得北京始终没变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不变的 应该是回到回家以后的那份 温暖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觉得啊 其实还有一个没变 今天在这儿和蔡明姐 听这些节目一会聊天 我觉得你们的性格完全没变 还是当年的那个你们 北京大妞儿的性格 人傻画蜜心眼好 真是夸嘛 这个傻呀 不是说真傻 我知道 而是实称 对对对 这都是咱北京人的特质 想问一下您二位是 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应该是九十年代初吧 差不多 三十年 既然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今天咱们在现场 就考验一下二位的友情 最喜欢对方的作品是什么 好来 一二三两题版 干杯朋友 这是小品皇后所有的作品 那我改一下所有的歌 显得我特别不够朋友 蔡明老师唱干杯啊朋友 对 那绝对是比您唱的还好 没没没 可不可以 大家可以听一下 海平这是学什么香 那太好了 干杯吧朋友 我们大过年的 今天是大年初一啊 是 我们也少不了来个酒 干个杯 干个杯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干了这杯酒 忘掉那天涯 那顾虑的愁 一醉到天尽头 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 在没有停下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聚起这杯酒 绿绿的愁 绿绿的愿也没有尽头 像儿时的眼眸 想着你还要四处去漂流 只为能被自己左右 忽然间再也忍不住泪流 干杯 啊 朋友 干杯 朋友 干杯 朋友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是对朋友的关怀 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 父亲有老朋友 还有一位小朋友 她是天真老师的爱图 时代少年团的宋亚轩 掌声有请萱萱 有请亚轩 你好 老轩们好 抱着两声欢迎 大小伙子了 萱萱 我们那个时候 在音乐大师课的时候 她是我的学生 那时候那个小小孩 她个子还没我高呢 你看这几年不见 个大小伙 您仔细看看 她的这个装束 您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音乐大师课的衣服 小孩子美人一件 你都能穿到现在 你不会吧 你说说看 你是怎么回事这个 衣服称大 这个都没洗过 你真会过日子你 怎么回事 萱萱今天来到我们这儿呢 不仅准备了鲜花 而且还准备了一份 新年礼物给老师的 是 是 是 有特别的惊喜 就是 就在那个花里面 约定卡 是什么样的约定呢 敬讶的田正老师 衷心邀请您来参加 我们团体未来的演唱会 期待您的光临 学生孙亚轩 风雨彩虹 啃墙玫瑰 再多忧生再乐 痛苦自己去悲 风雨彩虹 啃墙玫瑰 纵横四海 小天涯又不后退 风雨彩虹 啃墙玫瑰 纵横四海 小天涯又不后退 真的是一个惊喜 今天亚轩在这里 不仅仅是送上了一份 约定卡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份 音乐的传承 今天在这里是向老师 做一个汇报 没错 刚才我们和二位老师 聊了很多和北京有关的事 那亚轩呢 其实是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 所以特别想问问亚轩 在你心目当中 你觉得北京最吸引你的地方 是什么 北京的春天吧 因为北京的春天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 给年轻人很多机会 给努力奋斗的人 实现梦想的一座城市 等到春天到来 在前不久 北京电视台春晚官方微博上 我们发起了一个活动 是我和春天 有一个约定的话题活动 我们看到在这个活动上 有很多的网友说 他们和春天的约定啊 是希望能够多多的看到 十代少年团的舞台 十代少年团呢 也是我们北京台春晚的老朋友了 那今天在我们的春晚舞台上 来各位 先给我们大家伙拜个年吧 大家好我们是 十代少年团 祝大家 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你们的这一份祝福 今年是兔年嘛 所以我们就想用舞蹈加兔年的方式 来给大家一份独特的 一起来跳兔子舞的礼物 太棒了 欢迎兔小人 好可爱 你好 好可爱是不是 谢谢我们的十代少年团 谢谢我们的十代少年团 让我们感受到了 满满的青春的活力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十代少年团 为我们带来 男二哥 男二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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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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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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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